為什麼到現在很多人不瞭解 說你都會說中國可以分店 那是不可能的 歷史告訴我 經濟發達不是國家的瞭解 那個文化精神 那個人的性別 那種和自然的關係 才是這個人的 這份立國的基礎 不是說是人和自然的 音樂是這樣的 心情是這樣的 不是說這個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唯有這樣的狀態 你這個人活著才有基礎 才有本錢 這個國家證明起來 你才有可能性 老百姓看到你是這樣的 老百姓看到你 咪牙怪氣的 是不是 要不然是共產黨 要不然是崇拜日本人 這個老百姓看到什麼 心裡面什麼 懂我的意思吧 真的不是 你不要看到在上面那些人 你無所謂那幾天 你不犯了過去 幾十年就沒有 我從來都不在意 今天經濟發問我 天使我 我只對千年以上 沒有興趣 幾天就過去了 因為你根本沒有文化 你沒有自我 老百姓沒有安全感 這個政府怎麼提 這不是政府的 所以 尤其面對中國那麼大犯 就是你們在外國也拿起來 只要是把外國也拉起來 加上外國也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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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外國也拉起來 這個外國還是會請教你政府 不一定像國國 因為什麼 如果在紀元前兩千年以前 出現很陽 拼天才是奠定了政治的清楚 這個是來空子 所以令主鐵空子在這裡 中宮 宮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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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什麼東西啊 某一個均衡的心態 跟愛音樂的心靈 那句話說 我有生命力 但是我很均衡 不會亂打 不會變成噪音音樂 這種情形在陳希臘 到今天為止 大家為什麼看不到這個特殊性 假如你不懂這些東西 你就不知道中國為什麼要統一 你不懂這些東西 你就不懂的 為什麼南方財富這樣發達 中國一直存在於北方的政府 你不懂這些事情 你不知道 為什麼北方政府 你偷偷一路叫為主 他聽不懂 他假的 他就這樣 到現在沒查一次 李西京人 背後就隱瞞 宮崇峰以外 有一個東西 是跟某一路加 他就做這件事 最可惜的是他把一些不懂古葡萄的命 拉到北大區 你都會以為他會表演 都在那邊 所以假如看中國問題 你不了解通過西方的方法論 你基礎的方法追求了最根源 你不知道中國政治是怎麼回事 你現在還亂政治 什麼什麼什麼的鬥爭的 你腹接得很無聊 很幼稚 幾天過去的 所以除非是我們根據這些東西 社防了解根源的時候 我們慢慢慢慢 哎呦 原來中國人是天啊 所以最後就是李越大東邊 李越大東邊不是中國原來講的樣子 沒有那麼偉大 李越大東邊就是漢朝 或者戰國夢魘的作品 唱片大外國 也是在那個時機裡面 禮記裡面 所以禮記裡面有兩三篇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背 否則你不了解 聽得懂不懂 一個人月記 剛才我們說到阿爵加價月記 貼 善化 禮樂 月記 這四篇 四範篇主動的東西 你看不懂不注重的時候 你說要懂中國 我天曉得 動不動講什麼 你最初給你講的 民族認懂 國家認懂 你認懂什麼東西 你根本不知道中國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西方在哪裡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面臨的危機 就是這個危機 民族運動興起了 共南黨失敗了 如果武力和財富增加 我告訴你 那不是毛鎮的 除非文音轉義 找到中國就可以了 和希望就可以了 希望就可以了 希望也不是像我們一般看的 只是武力的 科學的 也不是這樣子 他也是一個人 知識論的世界 是個科學的世界 求現實成功的世界 進步的文化 是這樣的 但不要忘記 他也是一個人 他絕對有人 技術和認知以外 的人的 本質的要求 因為有那個要求 他才把這個認知 配耳機線去 是不是 這注文的代表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 一個英國的能力是康德 雖然我不喜歡康德 但他講的理論是對的 在蠻頭腦裡邊都是先驗的 都是Trascendal 如果 他一說明 整個獎兵很大 因為有蠻手的道理 因為時代史 還是理經時代 科學發達 他必須能夠做 另外一個 怎樣忘掉 剛才說這個 打牛頓的 書學家內 是不是 把書學家內 實現 誰要證明的是 上帝 和那個 Bedagros 是一樣的 這個叫做 自然神論 牛頓 Sharkesbury 等等這些 那個叫做 自然神論 基本上來說 上帝勝負我們 他就走掉了 我們要 天才行 自然化歸 結果是樹脂的 中國人 自然生了我們 他不幫我們 我們要自我想辦法 然後怎麼辦呢 我們要很和平的心態 有節制的活力 其實這點和希臘沒有種差別的 希臘人 主張是說 對於一般的民間也不一樣 我們承認 欲望愛美的問題 但是我們不會放棄 對於節制性的智慧的要求 所以希臘文明 你不能不從片面的了解大內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把希臘 用一個方式 很完整的 把它說出來 這個是很困難的 因為它是多元性 所以我不對 我都分成三個層次 想提到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三個層次一出來 就變成連結法 出克拉里 這個人往公園走 就是後來希臘法時代的 Diognis Ubicurium Storium 最後就是Jesus 君是難民 是不是 這是一個希臘的傳統性 對希臘法年齊大的潮流 你中世紀 你可以罵他 天外時代 沒有另外一回事 你必須釋述 律世紀學家 隨便行動他 看看 所以你不可以在底星发达的时代 把中式底星的那种Darkness 因为不对 那一批人也可能有这做的不大好 但是他保护了艺术和科学呢 因为没有中式底星有名的教师的话 我问你,唯一无印的书学家是不是都是神父? 唯一无印的书学家是不是都是基督教和希腊神话? 所以你说历史是人的问题 你说单方向主要判断大 我不会这样做 不过这样做就是表现原本性 我就变得很复杂 在很复杂的状况里头 我们也要讲原有多 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办法 历史都经过选择 有办法 比如说有一个天才庭 一个都经过选择 不过天才庭以外有没有很多人 当年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你说撒撒那时候有过一书情 那是两个代表而已 可以实际记录下来 可见那个当时是一纯一纯的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 按好历史动 科学的要求 单向选择 不了解这个整个的环境 整个环境没有被记录下来 那我们是经过选择的 这三批女士 第一批是谁啊 第一批是那个 许柔武光啊 什么 仓俱捷律 第二批就是 博弈书琪啊 第三批就是 仓俱捷律是空主 第三批 你就知道 中国的那个武家以外 那个民间的思想不得了 好凹荡荡的 我一定知道没办法 因为没有记住我 都被武在残床 这个我讨厌他武 因爲他放弃了武术博 就会有脸 表示他有牺牲精的理想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想不够够够列国 他就晚了 结果政治挂钩死掉了 不是今年的文字 所以那个 够够列国够 当今一段的事 不可期待的事 所以讲话 从最后面的够够 但是慢慢 慢慢 讲什么历史 讲什么人 讲什么文化 没有意义 所以把根源找到 你看后面也无所谓 所以你能拿 你都可以了解 但是根源这样子 只讲到地想念 然后不完完全 当然不完完全 是不是 靠死记 一个人记录也不够 那从辞职到 我们有什么 还有什么好的 所以越古老的时候 那个代表性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现在 你怎么去找代表性的东西 音乐家一大腿 画家一大腿 政客一大腿 你去选 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 你以后某个 但某个人 历史上 有没有伟大推家 讲那些话 都是泛满之辈 很少值得这样子 听得起 一些考验的 不可期待地位的东西 所以这种情形里面 中国文化才会流传到今天变得一样 性格有佛教刺激我 性格有西方文化来推翻我 毁灭我 这现在跟他世界舞台 好可惜 美国人还可以按照他 西方的方式继续 现在你做了一点 这时间 因为那个潮流太厉害了 你就把它推翻毁灭 它不可能 俄国就是密集 不过在那个中间 他又是大门主帝 又是西洋文化 基督律者 但他又是疯狂 所以俄国是一个很突出的地方 你活在俄国的话 比活在中国更难 你看像托尔赛大门主席 就在两难之间 现实的两难 是 一个是公益改革 比不上这一强 对莫洛 一个是那个 那个 公盟教 贵族 这两个之间 一个是 莫洛克 托尔赛大门主席 那我怎么办 他就采取一家故事 不离开这个 不离开这个 离开这个家庭 离开这个国家 哎呀我就是 我莫和他们比 我太幸运了 我不需要 敲家 挺多敲到台湾来 也不必敲中国 也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人 西方西方人不是这样子 你看他那个宗教的势力 就强大了 这个势力 你看美国的保守 都基督造成 中国人 都基督造成 英雅 英雅 克罗加比尔 包斯 中国的和平 的 那个 西里干 华为 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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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美国的犯法 黑人 都中在美国 有模型格 里面 怎么 去统合这个东西 我不觉得 上途有什么好办法 怎么可以不失去传统 有更好的前途 我刚才没有办法 因为什么 因为 每个国家都不灭化 中国已经兴起了 同样子 中国也是在面临新的两年 所以 西方这种是认知为主 中国人 中国人是一个 文化成为心情的文 的哲学 就是以那四个为代表 天 三 华 碧 略 略 略 中央 中央 才逆地和我们现在 怎么烧出来说起 你说到最高的力量 都和这个相关 我看你呢 好 好 兄弟 想 弄话 我还没讲英语 我还没讲英语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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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三月讲了两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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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加油 啊 真的 这么专心了情 就是 就是 流传电的衣服 就是太差了吧 好